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其实是想说明一下银计算的特点 其实刚刚是不是已经做了一个介绍了 那这块可能就会简单的 好吧 第二呢 我刚刚是不是说架构师是一个高端之外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架构 OK 其实这个东西是给大学 就这本幻灾片 给大学包括我们一些集中场合做宣传的 所以 其实它里面应用到了一些非常专业的知识 就是说实话 带来的这个学习效果就是什么 讲座完之后 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们也差不多 我说实话 应该是一样 但是呢 你们就会觉得 哇 这东西好厉害 然后这东西已经应该是挺好的东西 就行了 其实也不这东西 所以啊 还是对话 我们还是主要是了解一下什么是架构 第二个呢 了解一下这个预算的这个概念 好吧 好 这一个东西叫做大法门量架构和预算 就是我自己起的名字 什么东西 我说在前面说一些事 说什么 我说 所有的架构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啥意思 其实 我在上课的时候 在尝试给你们解释一些架构搭建的思路 在尝试这样的一些做法 但是 你们拿到了我的架构思路 去其他的企业和公司 就能搭建自己的架构了 我觉得可能性为零 原因很简单 需求是不同的 明白 那架构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讲的只是构建了一些思想 具体实施的时候 它还牵扯到很多其他问题 OK 我们讲的现在目前只是什么 设计思想 OK 第二呢 这话说了这个图 就说 啥意思 其实这是为了提升兴趣 这人你们认识什么 就说什么 说架构不是一成不变的 原因是什么 有些人当男的可能当构了 是不是有可能会想去当女人 比如说这哥们 是吧 那 这人你们不认识什么 这是我们兄弟连著名的这个大熊 他就是我说的 上课的时候 我正讲的happy呢 正讲的happy呢 站起来 老师 你等会儿 你刚刚说的那个树杠在哪儿 我找不着 就这哥们儿 然后呢 人现在也留到兄弟连 我也是我们的这个老师 而且学员口碑非常不错 所以我说 跟你的个人基础 知识 跟你的个人的什么英文 跟你的其他的什么都很有关系 关键的核心内容是 你是不是真想去 这才是真正的核心点 有些同学可能不一定想去 比如说我们开始来的那个哥们 他可能就是打算来看他 然后呢 以后看他再说 他也没有下进决心来做 所以一看这东西这么难 是不是很容易就动了啊 对吧 那我相信啊 我们留下来的同学 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想要把这个事情 真正的做下去 OK 那第二个事情呢 我就是说 架构的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 扩容和升级 你没有扩容不能升级的架构 绝不是一个合理架构 没有采用真正的标准施工流程 如果是真正的施工流程 应该是 我们所有的网线都应该是 在墙上走模块 明白 线上都要走到墙里 那我问你 你给他算多少个模块合适 啥意思 我们这边假设能做四十个人 那你就做四十个模块嘛 这件事情是不是绝不合理 要预留一定的什么 这叫熔余 但是说实话 这些东西都是 怎么说呢 其实是能解决的 我们在一开始只要考虑到这个就行 但是我们所说的架构升级 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 简单的这个东西升级 其实要 怎么说呢 要复杂和重要的多得多 走开 它完全是一种个人经验 我说过 我一开始就跟你说 是吧 我给你讲的经验 你们一开始都当效果去 只有你自己真正犯过二 以后才会把它当成是经验 对吧 所以这才是我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专业更加需要工作经验 你们刚毕业的时候再多说一句 就算你们学得再好 再好 如果你之前没有过相关工作经验 你没有接触过的话 你的薪金资不会太高 五六千块钱应该差不多了 OK 但是工作过一年半年之后 马上就不一样 因为你见过实际的服务器器群 听懂了 所以 什么东西 我们对工作经验要求更多 要求更多 但是 但是 我们说 有每个班其实都有找到一个相对的实际的比较限度的工作 你就相对都有 但是这种人都不是零基础学 或者说 他或多或少跟之前的工作跟他有相关的 你们绝大多数人是有工作经验 但是 不一定是相关工作经验 听懂了 所以 我们现在说 他对经验性要求的东西比较多 那我就来讲一个架构升级的策略 我们来看一下 好吧 那 各位 我们说 目前我们最主流的网站架构 其实考虑的就是什么 网站网 网站是不是 我们目前互联网最主要的应用 对吧 你们每天上网 最主要的事是不是就是看网站 对吧 打打游戏 看个电视的虾压仔 其实不是每天都自己的 但是网站这个事 说实话 这个东西的出现 其实真的改变了你们所有的生活方式 甚至是一些不相干人的工作方式 比如说 我是非常喜欢看这个新闻的 各种新闻我都远的 之前的时候 互联网不是很发达的时候 上网还是很昂贵 要怎么办 买报纸是吧 我买的报纸 我每天一份金华时报 导致我们家的报纸都堆积入山 现在完全无法处理 结果全刀税之败 对吧 那现在 OK 连我这样的人我都不买报纸 我多少年都没买过报纸 也应该是什么 往上吧 那导致 咱们现在暴情 想找到暴情 是不是都是历程困难 对吧 其实这都是什么 行业相关 还有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读者吗 这个杂志是吧 写得非常好 是吧 各位 那是我们兰州的 我是兰州人 兰州最引以为傲的一个文化产业读者 但是因为互联网的冲击 倒是连倒逼不了 因为没人买了 你们再买过吧 连我都不买了 你想想 是吧 现在都多少年了 所以 这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说 你们目前接触的最主要的 网络应用 包括你们绝大多数的 你们毕业之后的工作方向 都应该是网站 OK 都应该是网站 那好 这时候我们就来说一个十万PV的网站 什么叫PV啊 访问量有IP和PV之分 各位 IP指的是不是就是IP地址 那IP是什么 如果你的网站的访问量有一万个IP 它指的就是 一万个人吧 一万个客户 每个人其实都一样 但是 这个人登录之后 它只点开一个网页吧 它是不是有可能会点开一些其他紫片件 那这种东西生成的就叫PV 也就是网站量 能听懂 那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统计服务器压力 那是不是应该统计PV 它是不是才代表我的压力 能听懂 好了 各位 十万PV 各位 这个PV啊 我们指的一般来说对于V 其实没有严格的说法 所以我们很多资料当中 它都是笼统的 就指十万PV 但是按我的经验上说 我们一般使的这个访问量 它不是全天的访问量 而是高峰期访问量 也就是说 我高峰几个小时 我如果能够支撑 十万 那我问你 我只要晚上七点到八点 能撑过去 我配了冯行令价 带班 只要能撑过这个时间 其他的所有时间是 都不在乎下 所以说 你们统计这个高峰访问量 才是有实际意义 听懂吗 对我们做预为来讲 听懂吗 但是这个显得一般是全天访问量 一般的是天访问量 明白 一般是天访问量 一台大网站 另外一台大网站 另外一台大网站 各位 你只要做到足够的优化 我们的访问量 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OK 甚至我说 高峰期一个小时 能够达到几万访问量 五六万 七八万 都不成问题 但是我说 这个不是一毕业 你就能做到 其实对早期来讲 这两天的服务 跟对早期来讲 吃点不大 你再怎么维护 也就两天的服务 但是他考验的是谁 网站开发人员的经验 你的架构 网列显得合理 输医户架构合理 那么你的网站 是不是就做 支持不大的方向量 但是对于人类工作室来讲 我们在这里 能做的东西是有限的 OK 你们要做的指定是什么 把阿胎鞋子搭上 把输医户子装上 然后备份 备份 然后维护安全 保持不被攻击 咋得是脸 都得有日常工作 听懂了 但是 其实这种东西 核心考验的内容是 编程人员写的网站 能听懂吗 那我说 你们记得 如果让你们来做架构式 你们记得 核心的架构里面是 把数据库当大爷 把买色格当成大爷 把买色格当成大爷 啥意思 你越少让他赏亡 你的网站就越赢 你的网站就越赢 你抬抬越低 你能支持的方向量去越大 原因很简单 我一直在说 买色格的性能不是太好 买色格的性能不是太好的数据库 但是 我们目前没有取代买色格数据库的方法 能听懂 所以我们是不是还要利用买色格数据库 各位 其实 如果说到这里 我们说 对编程人员来讲 在创建买色格的时候 它有很多要求 比如说 你的搜索 尽量要避免 跨库跨标大数据搜索 我们在电脑里 你如果要搜索整个硬盘 是不是肯定速度要很慢 我讲过这事了 那我问你 买色格当中 我们现在还没有普遍 还有这样的概念 我去简单说 是不是要减少它的搜索压力 这就是我们设计架构的核心思想 原因买色格的性能不够强 听懂我说什么 但是 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简单架构 所有的优化 完全考验的 是不是就是 编程就连在这个经验 能听懂我说什么 能听懂我说什么 所以 对不对 完全考验的是经验 对我们来讲 能做的工作不多 OK 但是 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 通过这样一样的台服务器 完全可以实现一个十万发布量的架构 OK 只能有任何问题 听懂我 但是 如果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工程师 也有可能导致灾政情况 比如说 比如说 咱们学校 曾经让我们的第七十期的PHP班学员 咋的时候才第二期 七十期的学员是一年半年前的学员 然后干嘛 让他们逼列的时候 给咱们学校的咨询老师写了一个咨询管理系统 写了一个咨询系统 那么 这个咨询系统写完之后呢 诶 功能都实现了 但是带来的后果 你想 咨询系统干嘛 咨询系统 咨询系统 不是 没有概念 所以我说 这才是你们查的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 你们东西大多数很多没欠过 那什么是咨询系统 很简单 把你们每个人的资料 在咨询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统计下来 然后是不是登记到这个系统里 然后 你背后搜索 然后做做工 做服务 各种东西 能听吗 诶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兄弟人所有学员 成立到今天 其实也就是几万人 现在可能还不到 是吧 现在可能 应该还不到 然后呢 我们使用这个系统的人 是不是就是我们楼下咨询室的一些美女 压根加起来 是不是就十来人 是不是没有对待提供讨论 但是 这个系统 只要在搜索框里 玩家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只要在那里搜索 一点 然后 当时的反应就是 没反应 得不到分析数据 没问题 没办法 诶 当时这个社长很纳闷 然后我们在服务器上发现 他只要解决搜索 我的服务器的CPU占领率 就会达到95%以上 说一个什么 说一个什么 你的搜索 有什么问题吧 啊 你一个人搜索 是不是就拿到服务器的这个 95%啊 啊 你要是十类的 是不是直接把网站搞公开了 诶 只能支持十类的访问的网站 你们见过吗 嗯 嗯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 没有经验的零技术学员 或者说 写的是一个网站不合格的东西 听懂了 我说是吗 所有说 他考验的可能不是我的 考验的是什么 变成人的这个 技术能力 听懂了 但是 各位 随着我的网站的数据增长 我的网站数据增长 那 现在是这样 我问你 如果我把整个网站 所有的内容 全部都写在 是一台服务器 没问题吧 一开始我是不是只有你一台服务器 啊 那我问你 我是这样来做 还是这样来做 我跟你两个 两个做法 这是服务器 可不可以 我假设在根下 创建了一个3W目 OK 啊 然后我 所有的网站数据 全部都写在这里 能听懂的说什么 那 比如说 拿我们常见网站 比如说 星巴马 163来去 他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频道 每个频道里面 数据量数都是其大的 所有的内容数都放在这个中 他会带来一个问题 是什么 数据量过多 不管是搜索 查询 检索 还是人外 效率什么都会变得比较差 啊 好 对不对 我说 我说 所有的数据都放在一个里面 哎 你们有没有感觉 把所有的内容都放在我们 检查过的地板 带来的后果是否 不是 不是 搜索起来 你查到 比如说我今天 我想要从里面找某个数据 不管是人类手工搜索 还是去这个 通过检索搜索 是不是多不见得异常 异常的不暖 换句话说 数据文部 这个压力会比较大 这是第一种情况 从这样的情况 我可可以这样的 我想更下 创建一个三大论度 把新浪的首页的内容 信息放在这里 OK 然后呢 每个栏目单独创建一个 比如说游戏栏目 比如说 读书栏目 可不可以 啊 比如说是新的栏目 我都放在一个目录中 然后分栏目来往上 能分吗 其实我说实话 如果对单台计算机来讲 这样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域 啊 说实话 这样做的时候 就是人类手工搜索的方便 啊 我真要全放在这里 你感觉其实问题也不大 对不对 啊 对吧 但是主要的意见是 你把栏目单独放开 原因 我的数据量现在是增长 再来的访问人数是增长 我的访问人数是越来越多 反正 我这两台服务器是撑不住的 啊 我支撑不了 我的 假设两台服务器能够支撑十万匹 我现在的访问量达到了 假设弱了 我强制让它增加 让它强制去顶二十万 是有可能还能顶下来 但是 我的访问量达到了五十万 或者达到了一百万 那时就发生这一遍 那它就还能顶不住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服务器顶不住了怎么办 对啊 也要有基本的核心概念 在最开始的时候 服务器如果顶不住的时候 我们要干嘛 考一个吧 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器 来大家一起去 但是我说 这不是绝对的 服务器增加是有期限的 你不能说是只要紧不住就来 最后组建出来 你看 一个二三百台服务器的集群 访问了一个网站 那效应也会极其热情 听懂了啊 不可能啊 没有那种 我当前说我们当时 打了几千来服务器的集群 那是因为那是游戏 它跟网站是很秩序的 听懂了啊 听懂了 为什么有区别 游戏为什么和网站有区别 有本秩序的网术 我说 我说世界网 我说世界的登录是 他让你怎么选 手工去选择区吧 他有好几百个区女的班 比如说 他要求你人为选择分区 明白吗 我一个区可能就是 二三十台服务器 组建的一个集群 听懂了 他是让你人为分单的 那你网站不会这样吧 登录的时候 你现在来选一下 我是定位网站一 网站二 网站三 你见过那个网 没有吧 听懂了 所以游戏才有可能出现 很大的服务器 网站不会这样 OK 而且我说 我说 班纯的杰家这个 服务器的数量 是不会再 达到一定的房间之后 它是不会再 太明显的健身 OK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 肯定是 肯定是 是买服务器 我是买更多的服务器 好 那么可能 完全可能出现 这样的一个服务器 这个东西 是不是我们的 核心路由 核心路由啊 这肯定是路由协计 交换机是不能实现 公网和内网转换的 我看 书记转换的 三千万万 我所谓 只要是路由协计 三千万万可以 听懂了 那好 我刚刚是不是说 我推荐 理论网站结构这样写 这是3W 啊 这是5 这是4 这是645 可别 可别 我一开始 我就考虑到了 服务器的扩张 我把 我们的一个栏目 放在 这个单独分开 你们听懂啊 没有放在 一个主要部分当中 OK 当我访过来 一旦增加 我就可以考虑什么 好 很容易 我认为 一方面 就能看到 自己在坠的 你 许多